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联电日前向供应商发出通知函 要求在一个月内提出具体且可执行的降价方案 降幅需超过15% 并将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业界坦言,联电过往确实会要求供应商提供年度折扣 但此次降幅之大,态度之强硬,实属罕见 凸显联电在美国制造回流,中国低价竞争等多重压力下 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成本控管措施 联电此风通知,由联电资产处资深处长林塞安署名 内容强调,供应链在质量与交期上的坚持 对于联电稳定出货,维系客户信任至关重要 但在国际政经局势剧烈变动之下 营运成本与竞争力证面临严峻挑战 迫使公司必须更积极推动成本优化 联电指出,近期已观察到产业龙头厂商 也陆续向供应链提出类似要求 公开讯息与媒体亦有广泛报道 显示降价已成业界普遍趋势 为持续保持全球市场竞争力 并保障供应链长期发展 联电将以此次降价方案 作为未来合作与产能分配的重要依据 而与成熟晶片相反的先进晶片 现在确实并外一副光景 马斯克日前在提自建先进制程晶片厂 并直言三星与台积电等现有供应商进展过于缓慢 近日在与巴伦资本Baron Capital的一场对话中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 公司预计未来晶片需求将成爆炸式增长 主要源于其FSD技术将加速普及 他估算特斯拉每年所需的人工智慧 AI晶片数量将达到惊人的1000亿至2000亿克 并直指台积电与三星等代工厂商 根本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 马斯克称 当前的生产速度显然不够快 当其询问他们 新建一座晶圆厂从电机道投产需要多久时 对方答复 成须五年时间 而这让他感觉像是陷入了无尽的等待 因为他预期在一两年内就完成这项任务 他强调 从台积电和三星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速度或许快如闪电 但这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限制因素 特斯拉想要以自己的速度实现规模化生产 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建造一座规模庞大的晶圆厂 否则 Optimus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的产量 将受制于人工智慧 晶片的供应量 因此马斯克再次提起自建特斯拉晶片工厂的可能性 这也是他第三次公开讨论这一想法 不过这一想法遭分析师质疑 TreeOrient研究副总裁Den Nistat指出 特斯拉自建工厂面临技术工人短缺 制造技术授权等问题 且晶片工厂需巨额资本支出 需确保产现满负荷运转才合理 当前计划嫌草率 他建议特斯拉与代工厂合作出资建产能 以换取生产优先权 或者达成其他类型的协议 此外 台积电在台湾的十几个晶圆厂和封装厂专案中 都雇佣着施工团队 且长期面临某些设备的交付延迟 此外 一些基板和其他材料的供应也存在问题 这些都是持续性的瓶颈 因此 他建议特斯拉与代工厂合作出资建产能 以换取生产优先权 或者达成其他类型的协议 而台积电 三星和其他代工厂在合作上一直十分灵活 而英特尔虽然努力与这两家晶圆代工对手竞争 但其被退休的前执行长基辛格转战创投界 11月下旬 以深科技创投Playground Global合伙人身份 带领七家新创公司专程来台湾 他称赞台湾供应链制造能力超强 早上有想法 中午出原形 晚上就量产 相关新创公司也将与台积电 鸿海等台湾厂商合作 基辛格表示 他第五十次来台湾 四十年前 他亲身经历个人电脑快速发展起点 带动台湾在硬体制造业的地位 他也将担任Playground 投资开发光学元件封装 Iron Labs公司董事 积极推动以光代替铜线的传导新技术 基辛格推崇台湾对新创的接受度高 并透露他此行将与鸿海董事长刘央伟共进晚宴 因为鸿海已经投资Trayground Global超过十年 双方合作投资的机器人公司Robust AI 也由鸿海设计制造仓储用 Carter机器人打入仓储物流产业 Trayground Global所带来投资的七家新创公司 横跨电源管理 光通信 互联与微影技术等领域 除了Iron Labs的光通讯技术外 改善供电架构晶片的PowerLattice 以光技术改善 AI服务器功耗的PicoJu 挑战降低EUV设备成本的X-Lite 都是挑战当前产业痛点的深科技 部分也与台湾半导体业者 包括文貌 世新 创意等业者合作 基辛格指出 台湾是让科技突破 真正落地为现实的关键舞台 在促成创新 从概念落地到规模化的速度 领先全球 在精密技术 半导体产能 以及深科技领域的专业 台湾是业界顶尖硬体公司 验证创新的最佳试炼厂 也是Playground支持创业团队 从概念 原型到量产的重要据点 与此同时 台湾正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AI岛计划 旨在进一步发展人工智慧 AI产业 该计划将涉及约1000亿元新台币 折合32亿美元的投资 这笔资金将用于台湾的十大AI专案 该专案将于2026年全面启动 台湾的目标是将其打造成AI岛 这十大AI专案以上世纪70年代 推动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大建设专案为蓝本 这一次 AI将成为经济扩张的核心 形成足以与台湾晶片产业匹敌的产业核心 行政院长近期表示 2026年预算草案将为AI计划拨款 超过300亿元新台币 该计划总体目标是投资超过1000亿元新台币 目标是到2028年创造7兆元新台币的附加值 到2040年创造15兆元新台币的附加值 该计划确定了提升AI的三大关键技术 西光子学、量子运算和AI机器人 台湾计划设立专注于这三个领域的研发中心 全球经济体都在竞相投资AI资料中心 台湾的目标是极深世界前五的运算能力之列 台湾计划在台南市建设一座大型资料中心 在私营领域 辉达和富士康计划在高雄市联合建设一座大型资料中心 但这项规模庞大的AI投资计划 可能会在电力供应方面遇到潜在障碍 台湾最后一座核电站已于今年五月停止营运 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未达到最初的目标 因此必须加大电力领域的投资 对于实现AI岛的目标至关重要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